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这个问题同样也可以放在现代的喷气式科技上 为了说明这一点 我们需要先来了解一下 他们的喷气式引擎是如何工作的 通常需要以下这几个步骤 吸气 挤压 燃烧和喷射 涡轮喷气式引擎依靠最前面的那台大风扇 首先将空气吸进来 然后将它们分配到两条不同的路线 大部分的空气是不会进入到引擎中央的核心区域的 它们只会从旁边经过 最后再从尾部喷出 这部分的空气叫做旁通空气 只有少量的空气会进入到引擎的核心 经历后面的几个关键步骤 在高温中燃烧激情 它们首先会通过实时排 甚至更多的压缩风扇 煤排的扇液都越变越小 并越排越挤 目的就是为了让经过这里的空气 被不断的挤压 使它们的压力与温度都升高到最佳状态 然后进入到扩散区与燃料混合 好了到这儿 过散车已经被拉到了顶端 接着就是砰爆发吧 小宇宙混合着燃料的空气 在燃烧室里面猛烈的燃热炙热的气体向后喷去 冲击到后方的涡轮叶片上 推动涡轮机高速的旋转了起来 然后涡轮机通过连接轴 将旋转传递到前端的大风扇 以及压缩风扇上 从而使这样一个吸气压缩燃烧喷射的过程 不断循环起来 在牛顿第三定律的作用下 飞机飞起来了 不过也许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 推动飞机前进的空气 实际上并不是从燃烧室里面出来的那一部分 因为别忘了 他们已经把大量的能量交给了涡轮叶片了 而且本身数量也不多 真正为飞机提供了绝大部分推力的 恰恰是那些看起来没有什么冒险精神的旁通空气了 好 听到这儿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呢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引擎先是通过风扇吸进空气 然后压缩空气 燃烧空气 驱动涡轮 带动风扇吸进空气 也就是说吸进空气本身是需要让涡轮先转起来的 而让涡轮转起来又需要先吸进空气 这不就像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了吗 该怎么破呢 关于鸡和鸡蛋的问题 我以后会讲 但前提是你要关注我 今天我先告诉你 飞机是怎么办到的 秘密就在飞机的尾巴上面 通常我们会以为飞机就只有两个引擎 当然我不是指像波音747和空客A380这样的巨无霸 但实际上除了挂在机翼下方 一看就让你知道它是引擎的引擎外 飞机上还有第三个引擎 它也是一个涡轮引擎 不过通常都安装在飞机的尾巴上 目的主要就是为了给两台主引擎 提供能够启动它们的压缩空气 所以这里相当于是用一只小机先下一只弹 然后孵出一只大机来开启弹机循环 两只大机很重要 可是少了这只小机呢 它们压根也玩不转 所以你应该记住这只躲在飞机尾巴里面的小机的名字 辅助动力单元APU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